欢迎收看8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来看到 今天一大早大家应该都被地震摇醒了吧 早上7点35分在花莲外海发生了规模6.3的地震后 短短不到10分钟内又接连发生了三次的有感地震 花莲东岸的封冰箱海上古道也遭到震落的土石给淹没 而相公所紧急撤离园区的工作人员 因此未传出伤亡 今天早上7点35分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.3的地震后 在短短10分钟之内又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不仅摇得大家是全醒了 紧挨着沿壁而凿的封冰箱海上古道 照上方被震落的大量土石给淹没殆尽 开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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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冰箱海上古道园区 今年0403强震严重毁损 目前仍在休园之际 今年一大早连三镇 大量砂石泥土滑落下来 使得整个古道几乎完全被吞没 索性相公所紧急撤离园区工作人员 因此并未传出任何人员的伤亡 本乡的海上古道也发生土石崩落 造成我们园区重大的灾损 那我们封闭相公所也紧急做处理 禁止所有人员进入 从0403强震重创后 海上古道设施严重毁损 目前除了是仅开放入口以及公测区域 其他全都封闭禁止进入中 而至于后续再步计划 相公所出估约5到6千多万元的工程预算 地方裁员有限 乡长邱不顺也期盼上级相关单位支持协助 让海上古道园区风华再现 记者是玉兰风兵采访报道